看到男子下車接警站人員 和遠景趕緊上前攔查 因為他們懷疑男子搭的 這台黑色轎車是非法的白牌車 男子便稱駕駛師認識的宮廟人員 順便載他來苗栗高鐵站 不過機察人員早就發現 男子在車上有給駕駛錢 雖然男子強調是補貼油錢 但機察人員不相信 而且駕駛這邊也漏了線 駕駛算強調雙方認識 但卻叫不出對方的名字 機察人員認定他就是白牌車的司機 沒有合格的計程車營業資格為了賺200元 現在得佈500倍的罰款 牌照駕照還都要被吊扣 建議站強調除了高鐵站 但還會和陷阱局在不同的地方機察 呼籲民眾要選擇合法的計程車搭乘 我是請吳聯絮 文物少青苗栗報導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